同学们好 我们接下来进行考研数学高等数学部分 基础课程简解 根据考干要求 拿到我们手头上的简易 第一部分我们学习什么呢 函数极限连续 我们手头上简易呢 我们是按照什么 考点来划分 所以来我们看第一部分的考点 考点一 理解函数的概念 考点二了解函数的四大特性 考点二了解函数的四大特性 考点三 叫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图形 看到没 所以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统一把它看作什么呢 就中学内容回忆 可不可以 把它看成中学内容回忆 所以这个内容一直到 考点四以及考点五 考点五叫初等数学常用的公式 所以我们把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放在一起讲 我们来个这样的主题 叫中学内容回忆 因为我们后面的很多内容啊 需要借助于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些概念 对不对 比如说来 你讲第一点 函数的概念 这函数概念Y等于FX 这个没有什么好交代 万物皆函数 这一元函数 自变量对应法则应变量 这个没有什么好交代 那自变量X 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 它有一定的取值范围 你见到不同的函数 它取值范围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就写在什么 第二页这里 第二页这里 函数的定义 什么叫函数定义 就是自变量能取到的 使得整个函数 有意义的一切的取值 然后考虑哪些地方呢 分母不能为0 偶次根号里面要大于等于0 对数的帧数要大于0 底大于0 而且不等于等等 这个一听而已 这个很轻松的一听而已 所以我们这个一笔代过 一笔代过 你都没有必要再去看看什么 判断下列连组函数 是否为先同函数 这个你就没有必要去判定 我们一步到位 过渡到我们课本的考顶 一步到位 过渡到我们课本上的考顶 叫了解函数的四大特性 这个内容相对来讲比较重要 了解函数的四大基本特性 哪四大基本特性呢 四大特性 第一点 我们去往一写 什么信息叫有界隙 这个基础阶段 虽然课本上我们是照着课本简 你也可以做遍笔记 看没有 你看所以我在基础阶段 我并不想借助PPT来讲课 因为我们很多定理 公式原理 我们跟上写一遍 可能记忆会好点 等到第二轮我们强化阶段 我们就用PPT讲课 好吗 那什么叫有界隙 有界隙 我们通俗这么简 如果你小F 给我函数小Fx 你能找到个什么 小M 你能找到个什么 大M 能写出这个不等式出来 我们就把小M叫做Fx 下界 大M叫做上界 所以这个有界是包含了什么 上下界 对不对 说的更通俗点 这个函数在某个区间里面 你能找到一条线 对 找到两条线 把它包围住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讲 这个函数在这个区间里面 怎么样 是有上下界的 好 它是有上下界的 好了 这个概念听起来简单 这个怎么考你 它怎么考你呢 各位请你翻到第四页来 第四页来 它有个定理 2.1.1 2.1.1 有个定理2.1.1 它干什么 叫函数有界的冲药条件 你函数有界的冲药条件 对吧 我以后怎样去判定函数有界呢 我们在课本上写了 证明函数有界的采用方法 证明函数有界的采用方法 第一个可以干什么 利用函数有界的定义 对函数取决对值 然后用不等式放大缩小 这个内容就纯粹中学内容 你还可以干什么 这里我们主要想提提哪里 在定理2.1 1.1里面的第二小点 我用红颜色写 我们可以利用连续函数的性质 我们可以利用连续函数的性质 什么叫利用连续函数的性质 这是我们后面内容 那因为有界性是一开始就提出函数有界性 所以我们提前用一下 我们后面要学一句 学个这样的定理 有界定理怎么讲 说如果一个函数fx 要保证这函数满足哪两次 它连续 连续函数在哪里 在一个b区间里面 有没有 连续函数在b区间上 它一定满足哪两次 一定满足有界 它一定满足有界 叫连续函数在b区间上 一定满足有界 我们还可以利用哪些手段 去判定有界呢 你看我们课本上写的是什么 利用导数求最值确定有界 那这里就涉及到 第二部分导数里面去了 我们放第二部分去讲 但这里你可以在笔记上 再加一点 哪里还可以涉及到有界性 你哪里还可以涉及到有界性 就在讲完这个内容以后 介绍极限概念的时候 我们提前放这里写写 我们可以利用极限的局部有界性 极限的局部有界性 怎么讲 极限 局部有界性 什么叫极限局部有界性 来 各位 他告诉你 在x曲线x0的时候 fx 这个极限如果等于a a反正是个数 那表示函数在x曲线x0的时候 极限存在 你极限存在的时候 他就可以怎么讲 函数fx 就在x0这个点的 去心领域里面怎么样 有界 他有界 所以这里面也用到这两个字 叫函数局部有界性 只要你极限存在 我们就可以怎么讲 fx-局a 绝对值 总可以比你任意给定数小 通过这里 是不是可以把fx解出来大于多少小于多少 那不就从而找到fx的界的问题吗 这个不要着急 你可能还听不懂 我们也放到后面求极限来 再来讲解 讲极限性质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回头再来看这里 怎样联系极限 去考你有界的问题 好了 这是关于这个极限的 这是关于函数有界性 第二点 函数 还满足什么性 单调性 它满足单调性 单调性 单调性定义很简单 这个定义 我们中学就学过了 各位中学就学过了 说在一个区间里面 x1定义里面 x1比x2小 你就得到什么 fx1比fx2小 我们就讲这函数什么 单调地震 否则就讲这函数单调地震 对不对 如果你x1比x2小 fx1大于fx2 我们就讲它单调地震 定义很简单 那你怎么去判定 函数单调性 我们后面清楚 我们这门课是用通过什么 导数的手动 对不对 通过对这个函数求导 如果你导数大于零 我们怎么讲 导数单调地震 导数小于零 导数什么 单调地震 是通过你导函数的正符号 来决定原函数的增减性 通过导函数的正符号 来决定原函数的增减性 听清楚没有 好了 讲到这里 来我来补充道题 各位 我们来补充道题 那你感受一下微积分 你看这门课为什么会难学 否则讲这个第一小学课 讲这个呢 很多同学都不想听 这不简单吗 这有啥听 看没有 来我们来看到题 看没有 看到怎样题呢 我现在辛苦做下笔记 他告诉你 fx gx 它横大预理 而且满足可导 以这条件告诉你什么 f1πx 乘以gx 减去 fx 乘以gxπ 它小于0 告诉你一个这样以这条件 则单什么 a小于x 小于b的时候 下面abcd四个选项 来想想这样题怎么做 后面我就 cd就不在不在写 看 来 基础班的第一道题 我们来看看这道选择题 这背后到底在考虑什么 我先提醒一下各位 这道题背后在考虑什么 考虑单调性 各位 这道题背后就在考虑单调性 然后同学说 这跟单调性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就正门课的特点 对不对 你看课本 那么单调性 我老早懂了 中学学过单调性 但题不会做 这是数学这部分题的特点 就你表面看起来 语言理定义我都懂 但你不知道它命题 但你不知道它命题手段 你可能不太了解 它的命题手段 因为它这个题 它已经与别的内容怎么样 综合起来了 各位 它已经与别的内容综合起来了 所以我们一眼看不出来 听了没有 所以我们一眼看不出来 这个话怎么讲 关键你要把这个已知条件 突破掉去 告诉你这个已知条件 它的目的是想干什么 告诉你这个已知条件 它的目的想干什么 能反映出来吗 来我问你 你再读一遍 这些什么东西 F1撇GX 减去FXGX撇 各位既然你告诉我 这两个数横大于你看看AB两个选项 它都告诉你什么 你A选项来横等变形下 是不是可以写成什么 FX比上GX大于什么 大于FB比上GB吗 A选项是不可以这么变形 B选项你可以这么变形呢 是不是可以变形FX比上GX 大于FA比上GA 对吧 AB两个选项 是不是可以这么横等变形 以此条件解了FXGX大了 既然你可以这么横等变形 各位 那你怎么看 这不就是一个函数吗 这个函数在X这个点的函数值 你把后面看那个整体 不就是某一个函数在B点的函数值吗 X比B小 函数值反而比它大 X比你B小 我的函数值反而比你大 什么意思 表示它是单调递解 你怎么知道单调递解 这个函数没给你 你怎么可能通过定义呢 那只能通过什么手段 是不是只能通过求导的手段 我的导函数 如果小于零 你不就单调地址 我导函数大零不就单调地址吗 所以出题老师是把他的导函数信息给了你的 你要能反应过来 什么哪里就导函数信息呢 听到没有 哪里就导函数信息 这里就是导函数信息 同学你还记得吗 两函数先除求导法则怎么讲 U除以V来 两函数先除求导法则 U除以V导数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分母平方分子导成分母 减去分母导成分子 有印象没有 是不是等于U一撇V减去V撇U除以V平方 那我问你 你自己看看 这里的FX不就是相当于U吗 这里GX不就相当于V的功能吗 你这个椅子条件可以横等变形成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横等变形成F1撇GX F1撇GX 减去FXGX撇 除以谁 除以V的平方 谁充当V GX充当V 所以横等变形 由于它大于0 除以平方 不等是不改变方线 是不是小于0 你看到这不没有 把一次条件除以GX方 是不是横等变形 除以GX方的重视干什么呢 你就看出来了 哦原来这是什么东西啊 原来这是一个函数导数给了你了 所以从第一次课 就开始铺垫这个光点 这需要我们号 未来整个考验周期 都需要你体会到的一点 记住 这门课 微积分看见 这门课微积分 主要内容研究是什么 微分积分 微分积分 它们两者是什么 互利的运装 两者之间是互利的运装 有求导就有积分 你告诉我 谁简单 求导简单 所以求导简单 积分呢 所以这就以后成为 某一类型题的出题特点 出题老师是把它导数性给你 你要反推它的原来的函数 你能懂这个道理 你这不就懂了吗 而这个仪式条件就告诉你什么 fx比善gx 脸函数先除了导数小于0 脸函数先除了导数小于0 导数小于0表示什么 原函数单调递减 你现在告诉我 哪个函数 表示fx比善gx 这函数单调递减 这函数单调递减 单调递减 什么叫单调递减 致并量小 函数数反而大 所以我们怎么讲 各位 在 x大于a小于b的时候 各位在x大于a小于b的时候 我用红笔写 我们就得到fa比善ga 就大于fx比善gx 大于fb比善gb 你看这门课是这么学的 对不对 单调性课本的 就写那么几句话 你还不想看呢 这有啥看 中学就懂 所以你再把它变形一下 拿答案正确的 a选就正确 fx乘gb 是不是大于fb乘gx 你看 他是这么来考虑单调性的 这叫单调性 听到没有 这个题可以吧 所以辛苦做下笔记好吗 单调性 好 各位接下来看第三点 接下来看第三点 第三点我们讲周期性 函数第三大特性 周期性 而周期性的定义很简单 对不对 定义怎么讲 fx加t 等于fx 那么就讲 函数以大T为周期 对不对 以大T为周期 关于这个周期性啊 你就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够了 注意哪几个问题呢 第一点 各位 如果fx 它是以T为周期的话 那我问你 那fax加b呢 a不当理 它以为周期函数 它周期为多少呢 周期就为t除以绝对字a 听清楚没有 只要fx周期为大T 那么fax加b周期性为多少 绝对是a分之几 第二点 那如果你fx gx 都是以T为周期呢 你都是以T为周期 那我告诉你 你fx加减gx 组合在一起 它占位周期函数 而且周期不变 而且周期不变 那同样第三点 你这个自己写写 看没有 如果fx周期为t1 gx周期为多少 t2 那这个时候 t1不等于t2 那你把它组合在一起呢 fx加减gx 它占为周期函数 周期为多少 周期就以t1t2的 最小公倍数 周期等于什么 等于t1与t2的 最小公倍数 几个赞 简单结论 你要绘 好了 这些内容啊 都以前中学内容 最主要的 第 第四个角度 按大学内容 微积分联系 研究什么 微分积分啊 你这个周期 与你的微分积分扯三 关系没有 告诉你没有 所以第四点啊 你要学会什么 如果fx以t为周期 我求你的导 导函数呢 还有没有周期型 我告诉你导函数 照样以t为周期 导函数照样为周期 这个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你看 有没有定义吗 你以大体为周期 你可导 我是不是可以求你导 我是不是可以求你导 你在求导 左边留下什么 fpx加t 右边留下什么 fxp 能看到吗 你把fxp另称gx 这不就变成gx加t 等于什么 等于gx 那gx什么函数 周期函数 周期会多少t 所以我们有句话怎么讲 说可导的周期函数的导函数 照样为周期函数 可导的 可导的fx 它的导函数 如果你原本fx为周期函数 导函数照样为周期函数 而且周期一样 那你的积分呢 这是你的导函数 既然可以求你导 右边是求你导 左边就可以接你分 那你的积分 我可以把你叫成什么 你的原函数 提前用用 毕竟是考验辅导 对不对 什么叫原函数 各位什么叫原函数 大fx球弯导 等于小fx 我就把大f叫做小f的一个原函数 如果别人问你 小f为周期函数 小f为周期函数 那请问你它的原函数 大fx 是不是还有周期 这个命题对不对 各位来看看 这个命题对不对 我小f本身是周期函数 我大f原函数 还有没有周期 有没有 那同学那你怎么想呢 来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提到周期函数 你最能想起怎样函数 比如说fx等于多少 synx fx等于synx 周期t等于奥派 没什么好解 那原函数各位 大fx 我可以写成一个负的cosx 各位负的cosx就成为什么 synx的一个原函数 你说对不对 负的cosx就成为 synx的一个原函数 为啥 因为负的cosx球弯导 不就等于synx 你说大f有没有周期函数 有没有周期 有 也未奥派 那能不能就下结论讲 一个周期函数的原函数 也是周期函数 可不可以这么讲 这个话就考古 各位告诉你 明显不可以 为啥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再举个例子 如果 小fx等于synx加1 如果小fx等于synx加1 同学问你 它的原数怎么写 是不是要写成负的cosx加x 你把大f千万导 是不等于小fx 大f千万导 是不等于小fx 我问你这函数有没有周期函数 它就没有周期函数 听到没 这函数就不再有周期函数 所以 如果一个函数本身有周期函数 它的原函数呢 还有没有周期函数 一个函数 如果你可导 可导的周期函数 它照样什么 导函数照样为周期函数 而且周期不变 而且周期不变 好了 这是它第三大特性 来 函数的第四大特性 它满足什么 基偶性 它满足基偶性 你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它 基偶性 那基偶性第一点 定义 给你一个对称区间函数 如果fx等于负的f负x 基函数 如果等于f负x fx等于f负x 成为什么函数 偶函数 定义 中学内容 没有什么好交代 好了 有了它定义以后 关于这个周期性 关于这个基偶性 各位关于这个基偶性 你要注意哪几点呢 第一点 那什么基函数 乘基函数 偶函数乘偶函数 听到没有 它手对你得到函数的基偶性 这就不提 这个你用带进去 这个你用带进去 你马上搞定 对不对 你说我偶函数 乘以或者除以偶函数 这样为什么偶函数呢 对吧 我基函数加减一个基函数 我基函数加减一个基函数 这样为基函数吗 我偶函数加减一个偶函数 算我偶函数 但是我如果一个偶函数 加上个基函数呢 我一个不衡为零的偶函数 我加减一个不衡为零的基函数 就个偶函数加个基函数呢 加减个基函数呢 就非基非偶 这个就不用再讲 这个你用定义解念 就马上搞定 以后哪些部分 在后续的学习里面 后续的做题里面 需要你用到呢 比如说各位 只要给你一个函数 x定义是给你一个对称区间 我们就可以怎么讲 我们总可以把一个fx分解成什么 分解成个偶函数 加上基函数 我们总是可以把一个小fx 分解成一个偶函数 加上一个基函数 怎么解 写成fx加上f-x 除以后 再加上fx减去f-x 除以后 看到没有 天底下的fx 你只要给它一个对称区间 它总可以写成 这个函数叫什么函数 偶函数 再函数叫什么函数 基函数 它总可以把你分解成一个偶函数 加上基函数 这点后面会用到 所以 我们在一开始学基础课程的时候 基础阶段就需要把它掌握下来 同样第二点 第二点 我用红笔在标注下很重要 我们可以联系什么角度 这个基偶性 我们可以联系什么角度 可以联系微分和积分的角度 那怎么解 如果小fx本身为基函数 你有可导 别的问题 那它导函数有无基偶性 我的导函数有没有基偶性 如果你小f本身为基函数 导函数 fx为什么函数 就为偶函数 fx就为偶函数 同样道理 如果你小fx本身为什么函数 你本身为偶函数 我求凡导呢 它就变成什么 它就变成基函数 求凡导它就变成基函数 所以可导的基函数导函数为偶函数 可导的偶函数导函数为基函数 各位这两句话用的比较多 你先把它记下来 这里是联系微分学角度 既然你可以联系微分学角度 我要给联系什么角度 是不是可以联系积分学的角度 我们就可以联系积分学的角度 积分学角度怎么讲 你如果fx 听好 它如果是个连续的 基函数 或者它是个连续的偶函数 我可以构造你一个圆函数 大fx我可以怎么写 0到x fttt 提前用一下 这个大f就可以叫做 小f的一个圆函数 而如果你是基函数 我就变偶函数 如果你原来是偶函数 我就变成基函数 这个函数 听清楚 下限是0 它是有基函性的 下限0 它是有基函性的 你是基函数 它是偶函数 你是偶函数 它是基函数 这个你不要着急 我们到复习到后面 我们还会再提这个话题 在后续课程里面会提这个话题 因为它联系到积分 你现在可能忘记了 再来第四个角度 各位 如果来个复函数 y等ft y等ft t等gx 两个函数 单独看 它基函性不同 知道没有 他基函性不同 你基函性不同 我现在跟你怎么样 符合在一起 那这函数 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 有没有基函性 有 它B为什么 B为偶函数 B为偶函数 那如果基函性先通呢 如果基函性先通 那基函性先通 符合在一起呢 它是与外层的fx 具有先通的基函性 那你是基准 符合在一起还是基 你是偶 符合在一起还是偶 听清楚没有 基函性不同 符合在一起 一定就偶函数 基函性先通 就与f先通 它就与f具有先通的基函性 这个作为一个简单了解 谈不谈重点 再来第五点 你要把以后啊 我们常见的几个特殊 基函函数要记得住 尤其哪几个 你中学是不是就考过 这函数什么函数 基函数 Lawing a加x比上a减x 什么函数 基函数 当然了 Lawing a减x比上a加x 也为基函数 a大于0 我告诉你 还有哪个函数为基函数 比如说你这里加1 比上什么 a的kx比减1 这函数为什么函数 基函数 a大于0 a不等于1 k不等于0 这函数就基函数 当然分子可以减 分母为加也可以 还有一个 Lawing sec x加 加减 Tangent Lawing 对数函数 真数里面是正个函数 加减正函函数 这函数有为什么函数 G函数 所以对这几个G函数要敏感 经常见到G函数 你说为什么 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用定义解念一下 你用定义解念一下 看到没有 比如说哪个 来我们给你举个例子 我现在问你 y等于多少 Lawing sec x 减去Tangent 你怎么知道 这函数G函数呢 看它既有性 那我就用定义 我就把F-x带进去 原本这是Fx 我就F-x带进去 你F-x带进去 变成Lawing 这里变F-x 减去Tangent F-x 对这个几个三角函数敏感 正格是等于什么 sec x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cos x分之一 它与余弦函数是互为倒数 所以那你sec-x就等于什么 sec x Tangent-x是等于负的Tangent S负负得正 加上Tangent 看到没有 说到这里 怎么减变加 怎么会相反呢 来继续 我们可以怎么变形 我分子分母 帧数里面 同时乘以 sec x减 Tangent-x 看没有 我同时乘以sec x减Tangent-x 同时乘以它 那分子得到什么 sec x平方 减去Tangent-x房 分母留下什么 sec x减Tangent-x 各位 利用你中学学过的三角函数公式记得吗 1加3Tangent-x房 是不是等于sec x房 1加3Tangent-x房 是不是等于sec x房 那换句话讲 sec x房-Tangent-x房等于多少 Low in t分之一 是不是等于负的Low in t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严格证明 fx是等于负的f 负x 对不对 f-x 我们从哪里开始写的 f-x f-x等于负的 等于负的fx f-x等于负的fx 所以fx为什么按数 g减数 所以fx它就为负函数 你看看 这里还真不太好显 所以我要提醒一下你 需要提醒一下你 这里关键哪不保险 就我们分子分母什么 同时乘以sec x-Tangent-x 同时乘以sec x-Tangent-x 所以为了利用什么 利用我们中学学过的一步 三角函数公式 一加上什么 Tangent-x房等于什么 等于sec x房 好 你看关于这个中学学过的这些内容 我们也来到考题 你看考题怎么考 补充道题 最辛苦做下笔记 补充道题 最辛苦做下笔记 最好基础阶段 你看我刚才强调过了 我从头到尾写一遍 你也写一遍 那写完遍 把该记的东西基本上就记下来了 它告诉你 大fx 球板导 等于小fx 我们刚才介绍过 如果一个函数 球板导等于小fx 我们就把大f叫做 小f的一个原函数 那他现在问你 下面a b c的哪句话是对的 a 他说 大fx如果是偶函数 他就能推导 小fx是击函数 谈到你必须想想 他说大fx如果是击函数 我就能推导什么 小fx为偶函数 这连接的什么性 击偶性吗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复起击偶性 第三点 他说大fx为什么函数 周期函数 那么小fx函数 它有一个周期函数 第四 第六点 它大f是单调函数 那么我们就能推导 小f以为什么 单调函数 你看到没有 就把我们这几个特性 全进来了 除了这里没有涉及到有界性 其他的什么既偶性 周期性 单调性 呈现出来了 这个集 来各位学到这里 我们很容易排出水 然后当然是不对的 一看就清楚它不对的 然后当然不对 才讲过 周期函数 记得吧 我们那句话怎么讲 可导的周期函数的导函数为 周期函数 而且周期不比 但刚才有没有跟你讲 我说那如果把这函数积翻分以后 它的原函数呢 大fx是不一定在有周期形 所以c选线是不对的 c选线是不对的 各位c选线是不对的 好了 第一选项 它是单调函数 小f也是单调函数 我说这个对不对 单调性 我求完导以后 我求完导以后 我有单调性 你就有单调性吗 这个是不是也明显不对的 同学你这么想 你函数是不是很复杂 函数是不是很复杂 你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函数 那你都可以遵守这个规律吗 你有对不对 你有单调性 我有单调性 对不对 我函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函数 那我求完导数以后 结果是不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能保证 天底下如果有这样的结论 我们刚才就减了 你原本 你一个函数你有单调性 我求完导以后 你占有单 你还有单调性 这个是不一定的 对不对 这肯定不一定 所以单方的哪两个来看 G偶函数里面看 G偶函数里面看 做这个题 我们需要清楚一个这样的道理 各位问你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小F本身是G函数 小Fx 你让它等于X 对称区间 它不就G函数吗 G函数 各位那我问你 它原元数大F 你可以怎么写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 二分之一X平方 加C 所以原元数 是不是有个加C的问题 C可以取01234点点点 你会发现 无论C取多少 大F都会一个偶函数 无论C取多少 大F都会偶函数 它大F都会偶函数 但如果你反过来 如果你小Fx等于X平方 小F本身是个偶函数呢 你大F可以怎么写 大F是不是写成 三分之一X立方加C 大Fx是不是等于 三分之一X立方加C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尤其仅有 单C取0的时候 大F才会 G函数 你告诉我 如果C取1 三分之一X立方加1 非G非偶 所以B也不对 这个题单子能选A 这个题单子能选A 各位这个题单子选A 所以啊 我们就有两句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是写的其中一个 看 刚才是写的其中一个 说如果你是G函数 它是偶函数 如果你是偶函数 它是G函数 这个几分 这个大F 它满足对你的G函数性 那如果你真要把一个函数 与它原函数的G函数性联系起来 我们是要去背这两句话 听到 我们是要去背这两句话 而这两句话怎么背呢 我们怎么讲 说G函数的所有原函数都为偶函数 听到没有 这G函数的一切原函数都为偶函数 而偶函数里面的原函数里面呢 尤且仅有一个为G函数 它尤且仅有一个为G函数 偶函数的原函数里面 记住C只能看 通过这个具体例子能不能感受到吗 所以偶函数的原函数里面 它叫尤且仅有一个为G函数 谢谢啊 谢谢 Fx如果它本身的G函数 那么G函数它就G函数的所有的原函数 都为什么偶函数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了偶函数全放到等G函数了 这是没问题的 但来颜色写一句话 如果Fx本身为偶函数呢 偶函数里面它是尤且仅有一个函数 尤且仅有一个函数 大Fx为G函数 所以区别就在这里 这叫尤且仅有 这叫尤且仅有 G函数所有原函数 大F都为偶函数 偶函数里面呢 尤且仅有一个函数为G函数 这是区别 这个结论 我们随着学到后面点了 我们可以严格来证明它 但今天我们通过举个特殊例子 你就写写Fx等X 写Fx等X平方 你就可以把这两句话背下来 注意 区别在哪里 一个是所有 一个是尤且仅有一个 一个是尤且仅有一个 好了 关于这个函数的四大特性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要用这些设计的 我们就先用这些设计的 我们就先用这些设计的 函数执行